大家好 8月1日9點半過9點8 世界去得太快 我都很難和大家講這幾天的心情 過山車 兩天前我和另外11個民主派的參選人被DQ 應該今天是DQ之後 我第一次和大家開Live 我OK的 想和大家講我個人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反而對香港是覺得悲哀 但不是要放棄 因為大家還記得在2014年政改 當時香港最大的一個關鍵或者爭議就是 我們不能夠接受當時中國大陸提出來的一個政改方案 為何說中國大陸呢 名義上就是林鄭 但大家都知道林鄭是徹頭徹尾的一個 一隻棋或者一個木偶來的 扯線公仔 所以他當時提出來的政改方案 香港人一聽下去已經完全不能夠接受是怎樣呢 就是由提名委員會 用很多種方法落閘篩選了兩至三個候選人給大家選 當時香港人六年前的答覆就是 你有沒有收工你收皮 結果就沒有要到政改方案 不過現在最可恥的地方就是 已經不是去到選特首了 去到現在一人一票的立法會選舉 他都整出一個是有篩選的選舉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香港的政制 在中共的擺佈底下 怎麼說呢 根本沒有真正是民主的 一半是傳統功能組別 除了那五個超級區議會 其實三十五個裡面三十個是傳統功能組別 大家如果有留意呢 今次的選舉裡面 大概好像有十個那些萬年的議員 又不用選出來的 包括大口啦 就是太監啦 一大堆人都是不需要再選的 永遠都是永續的了 還有一些什麼鄉義局的代表啊 漁龍界那些 已經有一大堆人在那裡 其他有些要選的那些其實都是做戲的 因為很多根本都是 但是實際上那些選民的數字 或者選民的基礎呢 其實是控制了的了 就是在當時中共的設計底下 基本上不能動的 那好了 這樣都未算數 即已經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政制的了 但是都未算數 還要在民主直選那部分呢 是再用一些篩選的 選舉而可以DQ候選人的 即是告訴你 即是假選舉 即是一個擺佈了的選舉 這12位裡面連我在內 其實大多數呢 都是在7月11、12日的初選裡面 是獲得選民的授權 才可以去參選的 這個很老實 因為我們希望是 即是吸取幾年前的經驗 就被新界西的票浪費了 所以希望每一票都盡量用它 放在民主派的候選人 所以才有初選這個設立的 但是這次是沒有最可恥 只有更可恥 用了這個方法 是拿走了12個候選人 其實即是說 其實未完的 大家都知道 12個是鹹馬威的 最終有幾個沒有人知道 我請大家留意 雖然公民黨譚文豪、林瑞華 就沒有…未DQ 也都比如民主黨 或者很多人都未即時通知被DQ 不過千萬不要 因為這樣就要分裂 大家都知道 有人或者這個政權最喜歡的 就是搞分化的 有些就DQ 有些就不告訴你有沒有DQ 你只要民主黨就信都沒有 但是千萬不要這樣分化 因為如果你分化 或者自己人打自己人 你全都會計算 其實這個獨裁政體 獨裁政權 就是希望你自己打自己 所以我請求大家 不要分化 民主 民主 是… 這個已經是很脆弱的了 民主派也是弱者來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分裂的本錢 只有合作的空間 你記住這一點 因為無論誰到時候 我自己沒有能力 我應該如無意外 就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因為在中國大陸 劉曉波或者黃泉昌那些 他們被莫須有告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時候 都有一些叫做剝奪政治權利 通常跟判刑差不多 例如坐五年的 就剝你四、五年 劉曉波十一年 我忘記了是十年、十一年 或者十二年之類 就是永遠 他名義上剝奪政治權利 是跟刑期差不多的 那麼香港就剝奪政治權利 是終身的了 你看到 我是第一次被DQ 我相信都是終身被DQ的了 那麼你看看黃之鋒 第二次 我相信黃之鋒第三、四、五、七、八次 如果報都是會DQ的 這個是違反人權公約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的公約 這個很清楚的了 不容狡辯 這個也是為什麼 中華大陸之下的特區政府 在國際間拿不到任何信任和認同的一點 因為簽了這個人權公約 簽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講明是要跟進的 但是現在的做法 已經可以篩選了候選人 就是告訴全香港人 不是DQ12個候選人 是DQ所有香港人 因為如果有個選舉告訴你 這個你不准選 這個你准選 這個不准選 這個准選的話 其實已經是假選舉 當然在中國內地 假選舉已經是成為真事實 真正的選舉就是假選舉 但是香港又回歸到現在 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正式的民主 但是都未衰到 或者未賤到 這麼大規模的DQ 有人說這個是很毒 我覺得真是很毒 因為現在最毒的是兩招都做了 一個就是大量DQ 未完的 我相信臨到真理那筆走到尾的話 不止12個 另外就是延遲的選舉 昨天777就說 世神劈怨就說 我做這件事 是為了疫情的 這些我們叫做佛洛伊德的口出 即是不記得口出來的一個語言 反映他的心 自己心虛 所以才告訴你 不是為了政治 百分之百為政治 百分之百 大家看看今天發生甚麼事 有人說疫情是 可能是給這個獨裁政權最好的工具 看回都沒錯 由2月這個武漢肺炎開始到現在 香港從來是在一片的打壓底下 這個599章這個預防疫症的條例 就是已經成為打壓的工具 走出來要遊行 要集會 要紀念去年的6月9 612 616 721 或者接下來831 一條 這個因為武漢肺炎 而導致的疫情的599 就是已經成為萬能key 即是喜歡拉 要鎖 給限聚令 這樣 是不是已經最佳的禮物 給這個殘暴政權 是給這個殘暴政權最佳的禮物 這個禮物不止現在越來越豐厚 因為疫情第三波爆發 於是又可以用疫情這個藉口 又再延遲的選舉 實質上當然怕選情 當然不是怕疫情 大家都知道 在經過香港年幾的受苦 由這個送中條例去到國安法 其實香港人是很苦的 因為這些都是完全是極權的打壓 在這個打壓再打壓再打壓底下 其實香港人是不能呼吸的 曾經寄望過9月6日的立法會選舉 可以將民意拿出來 都不會有完全的民意 大家都知道第一 這個議會裏面有一半是功能組別 除了五個叫做超區的 其實超區都贏不完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現在的人口結構裏面 建制派在票那裏沒有輸了 就算你看1、1、2、4 其實它不是輸很多 因為它單對單它就輸 但是在整體的票裏面來說 其實它都不少 大概四成多的選票是建制保皇的 所以從來選舉它不會輸完 功能組別 傳統功能組別它立了大部分 然後直選的它又不能輸完 但是它是整個政權是賤到都要 每一樣東西都要拿到最盡 都不是只是個結果 而是它要DQ全香港人 DQ你的民主 告訴你 你要選它 你問過我先 你問過我先才可以選它 這個眼中釘 不能踢走它 這個不對 踢走它 這個不會說謊 不懂得奉承 因為這個一開始之後 是沒有得收轉的 這個是DQ 是只會一路一路 你想想 第一層DQ12個 遲下再DQ多10個8個 到真的明年的時候 又DQ不知多少個 一路就DQ了 我自己最痛心 我就不是我們這些現任的議員 我最痛心是那些年輕人 他們是香港的將來 黃之鋒和岑慕輝和其他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是香港的將來 因為他們是很小的 二三十歲 他們是代表了新一代 對這個政治的一個盼望 對這個強權打壓的一個反擊 但是它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其實已經是最可恥最可恥最可恥的行為 我再說多次 是這個極權政府最可恥最可恥最可恥 因為它扼殺了年輕人在將來 在一個正常的參與香港的民主政制的 唯一最重要的渠道 燒了這條路 這個是很可恥 也是不可搖樹的 到最後當然我永遠那句的 不要放棄 因為這個政權 最希望就是你打壓到所有人放棄 認輸 我很記得一件事 你知道我今年的選舉就是世不為勞 所以我希望香港人記住不要做奴隸 也都不要做思想的奴隸 可能沒有了某一些人 但是世界不會倒閉的 江山代友人出 一定一定會有新人出來 我們一定要給機會 將來任何一個新的人 只要他支持民主 他走出來 其實大家知道 今時今日出來選議會 不是什麼拿光彩 拿份量 拿任何的東西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打壓你 打壓到你沒有訂頭 甚至當我沒有法治 應該是DQ的了 不是講這一次 我講將來 講有一些可以飄行走進去的 在議會裡面 可能講任何東西 大家都知道 我們問了多少次都好 他都說 國安法來了 你的立法會裡面 特權條例有沒有保障到 我不會回答你 立法會那個法律顧問 我不會回答 問律政司 我又不會回答 個個都不會回答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其實他們 基本上已經默許了 這個國安法 是凌駕所有 包括基本法 和基本法裡面的 保障了的 立法會的特權條例 全部都是一日之間摧毀了 但是 所以我出來去 在議會將來守住的 都不是容易過的日子 給大家記住 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刀鋒處處 打壓處處 是封口位來的 不是任何舒適的位 你記住 現在今時今日 即我現在給DK 我再說多兩句說話 當議員 特別是將來 將來一年後 有機會參選的 他們是犧牲了很多 我當民主派的那些 不是獻世的那些 是犧牲了很多自己的 一些的前途 所有的東西出來 大家看到 很不開心 譬如兆家 準備浸大打壓 這些是很可恥的行為 但是 他說要這樣做 戴遙廷被香港大學 李國章這個人打壓 不只是他的 李國章再加上他那些全部 大部分是政府委的那些 校委 打壓 要他辭職 這些都是赤裸裸 暴政的政權來的 但這個可能 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來可能會更加多 所以不要放棄 無論多大的打壓 因為 這個極權就是要 拿走了你住的屋 拿走你的一切 然後說他是主人 要你跪下做奴隸 所以千萬大家不要放棄 不要做奴隸 好了 那就 講了DQ 延遲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是一個藉口來的 今次 疫情的爆發 的源頭很清楚 所有的專家做了所有的基因 的測試 只有一個 理由就是 豁免檢疫人士 由二三月去到現在 應該接近三十萬的 豁免檢疫人士 沒有染雞籠 什麼人進來都開到大門給你 帶著病毒進來 海源也是這樣 開廠也是這樣 什麼人都可以 總之你 為了拍馬屁 為了托大腳 林鄭是沒有底線的 所以他說要為經濟 中國大陸為經濟 要重複經濟 香港就要為經濟 要開了關口 所以到現在 今天死了總共三十三個 好像 無論是 安泰 屯門護老院 這些老人家 這些長者都是 無辜地被這個政權 害死的人 我要為問他們的家人 因為這個政權 一個明知 是會撞板的政策 為什麼呢 我很公道 在這些豁免政策 未行之前 我在立法會一次一次一次 我不知道說了幾次 我說你千萬不要做這個豁免 千萬要做好的關口 不但不是現在這樣做到半桶水 是要再加強 要所有的人進來香港 都要留心談 都要住酒店 主要做完所有的 不要做家居隔離 我說了幾個月 要求由最初全面封關 去到要他做全面的檢測 叫他做所有要做的事情 不要豁免 一句都聽不到 想說粗口 對著這個垃圾的政府 垃圾的林鄭政府 是想說粗口 不過沒有法子 這次他搞到人命的損失 那麼多人傷亡 我希望血債血償 將來都應該這一種人 這個政府應該是 要對市民是鞠躬下台的 不過當然講這些 都是浪費氣 有這個爺爺照著 林鄭都可以繼續 鬆無鬆逆 在這裡作威作福 我不知道她可以作威作福到幾時 但一定會有 那就先搞到香港是一鑊足 所有行業都是繼續被摧殘 然後借力打力 先延遲的選舉 再照來人大釋法 正式再踩多腳 令到一國兩制是蕩然無存 因為你想想 原本香港是一個正常的情況做選舉 全球有幾十個地方 包括早前的新加坡大選 南韓的大選 很多的國家全國性的選舉都做了 他們的選情 我講南韓、新加坡 當時比香港更加嚴重 死亡更加多人 但他們一樣是做得到 科學上 包括我的行家都講得很清楚了 有何柏良或者其他一些 我的行家講了 沒有證據顯示 無論是香港的711、712的初選 或者全球那麼多 是爆毒或者疫症爆發的起源 因為最重要是戴口罩、洗手、社交距離 只要你做足所有這些事情 選舉本身不是高危的行為 我舉個例 這個政府叫公務員繼續上班 現在才部分停工 地鐵是現在才說要戴口罩 巴士也是 恢復一些經濟 那天天坐地鐵、坐巴士 上班、排隊買飯盒那些 這些全部比投票危險 每個排隊1.5是戴口罩 不跟人聊天 怎會危險 每天天坐地鐵、塞沙甸魚 坐巴士塞沙甸魚 買飯盒、排隊買飯盒 早幾天政府不准堂食 那些人排隊 幾十人在街上排隊 那些不是險過選舉 不要說謊 找一些好一點的藉口 不要找這些藉口 這麼低級的藉口 這麼低能的藉口 香港人受不了的 香港人高一點點的 比林鄭這一類的垃圾糕很多皮 所以不要找這些東西來 要不就說真話 其實我們是為了政治的 一句說完 不要賤到說那麼多謊話 太賤了 一次過滿足破壞香港 出賣香港的願望 你想想延遲的選舉 大規模的DQ 摧毀的選舉 沒有真正的選舉 然後再加上人大釋法 正到不得了 一次過滿足所有出賣香港的願望 一次過 不單止是這樣 出賣不止一次 沒有最可恥更加再可恥 現在說著 就快就有一大堆 中國大陸來的人員 要來做大規模的全香港的檢測 還要建一個第二間的方艙醫院 我覺得真是可恥到不得了 病毒哪裡來呢 你文亮醫生為何會死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病毒哪裡來 來了 全世界都播毒了 然後回頭 現在施捨回救一下你 不要大家那麼開心住 為甚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早前 已經有一個計劃 就給了三間 沒有經過招標 給三個公司去做這個檢測 其中兩間是強烈中資背景 甚麼中國檢測 諸如此類的那些 數以億計的錢 再加上這幾年的大白象工程 總共我們已經花了五千億 有多少放了一些中資國企的建築公司 大家心裡有數 所以他現在說 貢獻你 不知道給多少百萬 好像七百多萬 看左部 黃恩大社要救香港 九後一毛 在香港掛出錢的九後一毛 都不止七百五十萬 所以其實已經 由回歸之前 在九七之前 有一個很清楚的制度 所有涉及醫療 專業工作的人 麻煩你考牌 香港本地的兩間大學 三間 因為中大、港大、理大 分別是醫生、護士 都給了很多的 訓練 然後要監察水平 香港從來不阻礙外地人回來執業 無論是醫生、護士、治療師 香港考專業士就可以執業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有一個水平 希望保障了水平 但現在很奇怪的 今天記者會 問衛生署、問醫管局 十問九不知道 做甚麼不知道 在哪裏做 不知道 有沒有需要申請 不知道 有沒有批核不知道 十問九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政府那種 難度那種程度 是難到不能再難的了 衛生署、醫管局 原本就是守護了 香港醫療水平、醫療制度的 十問九不知道 可能有時候都不可以怪她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決定 是最頂的時候 可能中國大陸 指示林鄭 指示要請求中國大陸 去指示放這些人來 有些人問為甚麼 可能真的很討厭醫護人員 因為一個極權的政府 最討厭是一樣東西 最討厭人說真話 所以上至 袁國勇、許樹昌、 何柏良 中層蔡堅醫學會會長 那些傳染科醫生 那些醫生 中層的說真話 去到前線的醫護 大家都知道 姚慧明 前線醫護聯盟 不是搞白宮要封關的 醫療制度裡面 上、中、下全部都說真話 最討厭你說真話 如果你說謊就好了 你一起隱瞞就可以了 其實你最好一起 同流合污隱瞞 你就有運行 最討厭你說真話 所以你個個說真話 又要封關又要成 一定要整死你 怎樣整死你呢 大量輸入 大量輸入 到時就 香港經過嚴格訓練的醫護人員 是裸底產來的 要你來做甚麼 你罷工 中國大陸有很多 你罷工 炒油 甚麼紀律處分 炒油 炒了它 然後中國大陸 貢獻這個偉大的特區 水到渠成 出賣醫療制度 所以有時候很可悲 我的可悲不是 再說多一次 不是我自己 或者十二位 人被DQ 他DQ全香港人 他引入的醫療制度 不是去傷害 甚麼醫生的權益 沒有 甚麼護士的權益 不是 是制度的問題 因為你建立一個制度 香港的制度是經過很多年 由殖民地 一直抄英國 或者全世界的制度去做 然後建立了 建立了很多年 摧毀一下子就搞定 現在一下子就摧毀了你 一下子摧毀了民主制度 一下子摧毀了醫療制度 你說這個政府多賤格 賤到不得了 無他的 做狗的要吃狗骨 要吃狗餅 誰派狗骨 狗餅 就跟誰 當然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沒有資格給狗餅吃 因為香港人 在他們心目中 或者在一個極權政府裏面 人民是可以被犧牲 人民 雖然說最高 人民是最高 實質上是最低 因為用來賤私底 所有的人都是用來賤底 賤著一些權貴 又控制社會資源的人 資本家 無論你是藍色資本家 紅色資本家 高官 全部都是人民去賤 所以人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人民的作用就是做最底層的賤私底 然後賤高所有的人 香港如是 強國如是 不過最後一句 無論怎樣的打壓 無論多少個DQ DQ12個 20個 120個 1200個 1200個都好 香港人一定不可以放棄 一雞死 一雞命 我只是希望 無論有多少人被DQ 來的最多 來的更加多 有個好消息 因為今年的最後那一天 報名一百八十幾份 我是開心的 無論他Pen A B C D E You can kill us all 你殺不殺所有的香港人 我們有七百萬人在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努力 不要放棄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反抗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